跟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 今天的故事比较短 全程高能 那咱们就短话长说 凑一下时长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动能力勇敢牛气的小手 先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马上发车 玩家又又又又又 开了一局无魔祖生存 他出生在一处岛屿 开局 他先跟周围的动物友好的交流了一会儿 随后他便在这广袤的海平面 又发现了一个特别的小岛 玩家划着小木船 很快便来到了这座小岛上 上来后 这里是一个深邃幽暗的矿坑 玩家换上下界合金甲 准备进入到矿坑探索一番 进来后 没想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垂直的矿坑 这么简单 前方还有更加优深的矿洞 玩家靠着火把微弱的光量 逐渐的朝着更深处走去 沿途还不忘收集一些青金石 他边插火把边查看矿洞的情况 毕竟如此黑暗的环境 谁也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走着走着 玩家发现了水 在MC中这就很离谱 为什么水没有把这个矿洞淹没呢 牛顿看见了都得直呼离谱啊 玩家没想太多 继续朝着更深处探索 没走多久后 玩家已经来到了矿洞的尽头 这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鲜的东西 玩家决定原路折返 前方功能就要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 保护一下矿洞 正当拿他回头准备离开的时候 他突然在前方半空中 发现了一个物体一闪而过 通过放慢玩家的画面 可以看到 这个物体像是凋零 但是听声音不像是凋零发出来的 紧接着 玩家的画面开始变得灰暗 并且这种奇怪的声音 一直环绕在他的周围 玩家当下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赶快跑 他寻着来时插的火把 全力地朝着洞口跑去 他可以感觉到 那个神秘的物体 就在他身后一直紧追着他 眼看离出口越来越近 但是他该怎么上去呢 物品栏的60块原木 应该够了吧 正当玩家准备搭高塔上去时 他内心好奇的欲望 迫使他又回头 看了看那个神秘物体 有没有追上来 直见一个类似于凋零 当于像HEM的飞行生物 朝着他靠近 玩家已经慌了 他已经准备好迎接葛屁了 可就在这时 一声来自宇宙的怒吼声传来 又是迪迦 我们的光之英雄他又来了 这个凋零HEM 很快便败在了迪迦的手下 谢谢迪迦 我们永远相信光 玩家随便从网上下了一张地图 该地图的发布者声称 玩过这张地图的玩家 几乎都遇到过一些奇怪的事 玩家一听 好家伙 正合胃口啊 于是乎 本期视频的素材就来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帅哥美女们 是否看到手机屏幕上 有一个叫点赞按钮的标志 如果你看到了 请动动你尊贵的小手 长按他一下吧 进到这张地图后 玩家发现了一座老式的村庄 村庄周围有很多散落在地上的 MC动物掉落物 并且没有发现村民的身影 玩家推测 这座村庄应该在此之前 遭遇到了MC生物或者掠夺者的袭击 玩家随后在一座房屋内 找到了三瓶剧毒钥匙 出来后 他又友好的拿走了一些胡萝卜 收集完胡萝卜后 玩家又发现了一座 由苔显块搭建的类似教堂的建筑 进去后 玩家在屋子内的箱子里 发现了一本书 上面一共有两页 书上写的大概意思是 隐藏在这座村庄水井下的一个怪物 袭击了村庄 希望看到这些流言的人 能够帮助村庄解决掉这个麻烦 兴臣的村民已经连夜搬家了 大家临走前凑了一年的积蓄 为勇者准备了一些装备 随后玩家果然在另一个箱子 获得了锁链甲和铁剑 现在玩家开局不到两分钟 就获得了强劲的装备 当然 师叔反常必有妖嘛 换上武器装备后的他 看到了村庄中央有一颗水井 顺着井口潜入进去后 玩家来到了一个像地牢 又像下水道的地方 并且他的屏幕自动变得灰暗 玩家只能通过火把微弱的光亮 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里的通道都被很多铁栏杆挡住了 玩家只能拿出稿子 不断地挖掉这些铁栏杆 才能进入到新的区域 当他挖掉一个个铁栏杆后 走过一个长廊 在前面发现了第一个刷怪龙 为了安全起见 玩家赶快将这个刷怪龙破坏掉了 随后又接连不断地 在这里发现了好几个刷怪龙 破坏掉后 玩家又获得了一些丰厚的物资 这里有很多的房间 这种构造就好像为了封印住某些生物一样 接着玩家发现了一个旋转式楼梯 顺着楼梯向上走 玩家来到了最初的洞口 不过这里已经被土块封住了 看来村庄之前应该真的发生过一些事 再次下来后 玩家又在一间屋子内收集了一些物资 他觉得他已经几乎走完了所有的走廊和通道 截止到目前 玩家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生物 老规矩 请勇敢超牛的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化弹幕护体 正当玩家朝着出口准备离开这时 突然一个奇怪的生物出现在了玩家前方 玩家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嘴里连续喊了几十声好红友王都发的名字 要不是怕过不了沈呢 玩家高低也得让屏幕前的粉丝们 看看这个生物美丽的脸庞 玩家丝毫没有犹豫的顺着旋转式楼梯 逃离了这里 并赶快用土块再次封住了出口 玩家等了一会儿后 这只美丽的生物并没有追出来 玩家内心也有一点小慌张 他决定还是离开这座村庄吧 勇士他不当了 爱谁当谁当吧 可没走几步后 天色就进入了黑夜 并下起了雨 玩家来到了一处深坑中 在这儿他又发现了一个牛顿剑 都直呼离谱的现象 水竟然悬浮在空中 这个地图也太不正常了 玩家已经不想玩了 当他上来后 在前方的树旁 他发现了一根赫然助力的火把 随后一个美丽无比的生物 便出现在火把旁 这不就是刚才在下水道 发现的那个生物吗 接着玩家便与服务器断开了连接 今天由于妈妈心情好 所以玩家有五分钟的时间可以玩MC 他打开了他期盼已久的生存地图 他已经在这张地图玩了一个多星期了 今天的任务就是继续向西探索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牛的 请动个牛气的小手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 就支持一下 走着走着 他无意间发现了一个下界传送门 传送门前有一个告示牌 并且周围有一些地狱银 带玩家走近一看 告示牌上写着 今天是你幸运的一天 今天确实挺幸运的 毕竟玩家可以玩五分钟的MC 玩家抱着好奇的心 进入了传送门内 可进入后的世界 好像不太对劲 确定这是下界 而且玩家传送进来的位置 还特别的高 他环顾了一周后 并跳到了地狱城堡内 在这儿他发现第一个箱子 里面有两块钻石 紧接着他又接连打开了 第二个第三个箱子 嗯还不错 物资还算丰富 就是周围冷冷清清的 一点也不热 那些下界生物都去哪了 玩家的游戏模式 也并不是和平模式 他也有些纳闷 难道因为自己今天很幸运 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发现了前方有一个刷怪龙 正准备向前走去 突然屏幕提示 这是你的幸运之路 随后玩家身上便着起了火 吓得玩家一时呆立当场 不知所措 接着火焰就神奇的消失了 既然这条路通往幸运 玩家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走到了刷怪龙旁 为了安全起见 他已经下意识 做出了防护的姿态 但是观察一会儿后 这里除了有一个刷怪龙 并没有其他东西 玩家觉得自己可能被整骨了吧 自己好不容易 才与五分钟时间玩游戏 这下倒好 两分钟时间都浪费了 于是他打算了 离开这儿回到主世界 临走前 他发现来时的走廊被堵住了 他很确定 他是从这边过来 这是什么情况 前方高端叫到了 老规矩 请勇敢胆大的 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赶忙掏出钻石搞 挖开了这里 只见一个坑出现在眼前 走近一看 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坑 并且有一个很长的梯子 不知道下面会通往哪里 这完全不是正常的下界 玩家此时内心有一点小慌张了 他并没有选择 直接下到坑下面 他先将旁边的几个箱子 物资收集了一下 随后他来到了这座深坑旁 顺着梯子 他缓慢向下移动 随着距离底部越来越近 玩家已经看到了 下方的一些墨地石 什么情况 这是来到墨地了 玩家抬头看向前方 只见前方出现了 一层又一层的门 好家伙 这是隔这儿套娃呢 不知道走了多久后 玩家终于走到了尽头 这里是一些红石块 上面有一块告示牌 上面写着让玩家看向身后 玩家转头向身后望去 前方的门框上 再次出现了一个告示牌 让玩家继续看向身后 兄弟姐妹 我已经感觉到不妙了啊 下面肯定有高能 我提前给你们说一声 大家准备好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千万别人眼里 从嘴角流下来 果不其然 一个无奇马云的帅小伙 出现在了玩家屏幕前方 接着 玩家便开心的去快乐星球了 这是一片温馨 而充满神秘的中世纪小岛 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岛屿上 生活着许多可爱的生物 而今天的故事 就发生在这座小岛上 没错 大家现在看到的 这些帅气的面庞 它们就是中世纪 史蒂夫的模样 不过我还是喜欢 现在史蒂夫的样子 相反 中世纪埃里克斯的模样 反而更好看了 放眼望去 天空中已经有很多的飞艇 玩家已经被这里的 壮观景象迷了眼 他也想驾驶着飞艇 在这天空中翱翔 巧的是 玩家发现了一艘 还未启动的飞艇 他想试试这个飞艇 能不能飞 上来后 只见上面有很多物品箱 一番探索后 并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随后玩家又试图 控制飞艇飞行 但是控制装置 需要钥匙才能打开 所以他需要先寻找钥匙 在玩家走后没多久 一个狐狸皮肤的玩家出现了 只见他静止地 冲到了玩家 刚才待过的飞艇上 说着就开始放火搞破坏 好的 老粉看到这 知道该干嘛了吧 长安屏幕中的点赞 扭三秒钟支持一下 新粉也赶快点个关注 成为老粉吧 而此时的玩家 已经在一个宝箱里面 找到了钥匙 对的没错 这不是酿造台 这就是钥匙 现在玩家可以开启 飞船的控制室了 他距离飞上天空 就差一步之影 可当他返回飞艇的路上 他看到了一位 垂头丧气的史蒂夫 看样子他心情不好 玩家正试图询问他怎么了 可这个史蒂夫二话不说 直接叫他了 玩家下来后 发现这个史蒂夫没事 嗨 虚静一场啊 可能是他喜欢玩高空跳水吧 好了好了 该干正事 可随后的一幕 让玩家心中 仿佛有一万只草 尼玛奔腾而过 仅剩了最后一个 未启动的飞艇被破坏了 玩家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他无法理喻 到底是哪个缺德的家伙 会干出这种事 他一定要揪出这个导弹者 随后玩家找到了 一个平民史蒂夫 向他询问了 是否见到有人破坏的飞艇 史蒂夫对着玩家微微一笑 便转身离开 虽然他没说什么 但玩家知道 这个史蒂夫肯定知道 玩家跟着这个史蒂夫 来到了一处角落 秘密交易要开始了 史蒂夫说 一块绿宝石 玩家一想 一块绿宝石也不亏 给你 可这个史蒂夫拿到绿宝石后 送了玩家一句话就离开了 你真是个小笨蛋 玩家知道自己被耍了 靠人不如靠籍 还是自己去寻找吧 但他找了好半天后 都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正当玩家准备放弃时 一个狐狸皮肤的玩家出现了 玩家看到了他手中的东西 这件事肯定是他干的 果然不出所料 玩家还没开始追他 他就开始跑了 玩家一路追 他一路跑 很快 二人来到了矿洞中 追着追着 玩家就迷路了 可恶 叫这家伙给跑了 玩家现在更加懊恼了 早知道闲着的时候 就多练练跑酷 也不至于拉垮成这样 但玩家不放弃 他一定要找到这个捣乱者 让他知道 破坏别人的东西是不对的 通过玩家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 他发现了一扇铁门 上面还有一块告示牌 这肯定就是那个狐狸玩家的家了 玩家走进后 果然那个捣乱者就在里边 但玩家进不去 看着捣乱者在屋内得意洋洋的样子 玩家是既愤怒又伤心 看来自己终究还是不适合玩MC啊 前方刚才就要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赶快在弹幕打出 玩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此时扭转身躯 就要离开 可就在这时 前方出现了一个高高的身影 带着个物体转过身来 这 这是什么 玩家有点恐慌 他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 但随即一个ID 名为费石墨影人的说话了 我可以帮助你实现一个愿望 哪泥 玩家不敢相信 还特意询问了这是真的吗 费石墨影人告诉玩家 是真的 虽然玩家觉得事出反常必有妖 但他还是说出了自己的请求 他想要报仇 没想到费石墨影人直接答应了他 不过有一个小条件 就是事成之后 玩家要带着他一起坐着飞艇离开 还没等玩家考虑 接着这个费石墨影人 就静止地朝着狐狸玩家的住所跑去 玩家紧跟在他身后 随着铁门被破坏 接着 狐狸玩家便在一声声开心的尖叫中 开心的嗝屁了 而玩家也发出了不可置信的大笑声 这居然是真的 玩家太兴奋了 可就在这时 费石墨影人消失了 玩家随后又连忙在信心框发出消息 但一直都没有得到回应 玩家又想起来之前费石墨影人对他说的 事成之后 玩家需要带着他坐着飞艇离开这 于是玩家赶忙朝着飞艇走去 果然 他就在这 玩家再三地向这个中世纪的墨影人道谢 随着按钝按钮 飞船控制器被启动 玩家开心地离开了这 平常我们见到的苦力怕都是这个模样 一副严肃凶巴巴的模样 并且它是很多萌新玩家的噩梦 但今天故事中的苦力怕就有些不一样 好了 老规矩 请勇敢胆大的动动你勇敢的小手 咱们故事开始 玩家和朋友们开了一具屋魔祖生存 他们在一片黑森林建造了他们的小木屋 由于建造房屋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两位朋友也到了饭点该吃饭了 于是就先和玩家说了再见 玩家则是回到了屋内 但随后奇怪的一幕发生了 随着两位玩家退出了服务器 玩家的屋门却自动打开了 这是什么情况 刚开局不到一分钟就要来一些奇迹怪怪的事了吗 玩家怀着忐忑的心走出了木屋 由于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建造木屋 所以他还没有制作一些武器和装备 他赶忙趁着现在 炉树挖矿制作工作台和其他的物品 玩家不断的在这片黑森林收集蘑菇 可正当他又录完一棵蘑菇树准备向前探索时 他隐约在前方的机脚嘎拉里 看到了一个绿色的东西 玩家的第一反应 那玩意儿像是苦力怕 但是玩家总感觉哪里不对 还好他开着录屏 通过漫放刚才的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那确实是一个苦力怕 但是 是一个微笑着的苦力怕 What 玩过MC的我们都知道 正常情况下苦力怕是板着一张脸的 跟谁欠的500块钱似的 而这个苦力怕确实是微笑着的 这看起来更加让人发毛 玩家觉得可能是自己家的光影出现bug了吧 应该是自己多虑了 他赶忙回到了木屋 将收集到的物资存放了一部分后 玩家便再次来到了刚才那片树林 巧的是 这次他又发现了那只微笑的苦力怕 那只苦力怕似乎知道玩家在寻找他 他还刻意的躲着玩家 玩家有点慌了 要是两位朋友在就好了 现在自己一个人还真有点胆怯 他再一次的回到了木屋 但越想越害怕 于是玩家决定关闭服务器重新开启 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很快玩家便再次进入了服务器 并且他还特意看了看 自己有没有添加什么插件模组 事实是 玩家并没有添加什么插件和模组 就简单的加了个光影 加了光影 通常情况下 也不会影响游戏内生物的外貌 为了更直观的观察周围的情况 玩家跑到了屋顶 一番环视后 那只微笑的苦力怕并没有再出现 好奇心强烈的玩家 就喜欢探索未知的事物 既然你不出现 那我就主动出击 前方高能叫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保护一下苦力怕 玩家走着走着 发现了一座神似苦力怕的建筑 只不过 这是个微笑的模样 这该不会就是那只微笑苦力怕的家吧 玩家下意识的后退了几步 毕竟这东西 只可远观而不可卸完烟呢 整不好玩家就交代到这了 可尽管玩家已经十分谨慎 小心的远离这个建筑 但他还是遭到了微笑苦力怕的攻击 随着玩家屏幕不断的扭曲震颤 微笑苦力怕再次出现 玩家也开心的隔屁了 今天的故事发生在单人生存中 玩家赶在天黑前回到了木屋 玩家住的是三层小洋楼 最下面一层是喂养家禽的 中间一层呢是烹饪做饭 而最上面一层是他的卧室 玩家当务之急是赶快睡觉度过黑夜 但是一觉醒来 外面还是黑夜 这是啥子情况 好了话不多说 老粉看到这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看到屏幕中这个可爱的点赞有了吗 长按他给个支持 听我说谢谢你 玩家此时已经意识到游戏内的情况不对劲了 莫非是自己的游戏规则被改了 关键现在自己已经睡了一觉了 精力充沛 总不能再待在屋里什么都不干吧 于是他离开了木屋 再次来到周围探索 走着走着 他在几棵白花树旁 发现了一处亮光 走近后 这是一个岩浆池 并且旁边还有两只二师兄 玩家感觉很诧异 随后他又在一棵白花树旁 发现了一个箱子 为了保证事业明亮 玩家讲究了将火把钱放置在旁边 随后打开了箱子 一会眼帘的是一本书 打开后上面写着 怎样制作一个填充兔子 第一步你需要 话还没有说完 翻开第二眼 第一步你需要得到一只兔子 第二送他回快乐星球 第三掏空他 第四填充他 看完后让玩家内心有些发毛 兔兔那么可爱 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但人们面对未知的事物 往往是非常好奇的 玩家也不例外 他决定按照书上写的去试试 正巧在这屋七八黑的夜晚 还真让他找到了一只小兔子 玩家三下五出二就让他嗝屁了 但是奇怪的现象也随之出现 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玩家紧接掉兔子的同时 旁边放置的火把也自动灭掉 玩家也发现了这个非正常的现象 但随即他也获得了兔子躯壳 于是他立马返回了木屋 接下来他要准备进行的就是第三条 掏空 玩家尝试用斧子去掏空 但是发现并没有什么作用 于是他再次离开了屋子 看看在附近能不能找到一些衬手的工具 可就在这时 一个幻术师出现了 他让玩家不要攻击他 说着便告诉玩家 他可以帮助他制作兔子工艺 玩家很纳闷 你怎么知道我要干什么 幻术师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只是让玩家将兔子躯壳扔给他 直见幻术师原地螺旋360度后 静直冲到了玩家的屋子 他让玩家在屋外等他 玩家也很听话的照做 没会儿幻术师就完事了 他让玩家自己上去看吧 说着便迅速的离开了现场 前方刚刚叫到了 老规矩 认为自己是老六的 请在弹幕打住 我是老六 认为自己是老八的 请打住 请老六老八保护一下咱们的玩家吧 玩家怀着忐忑的心 上到了屋内 直见工作台上面 有一只小兔子的背影 什么 这直接填充完毕了 此时兔子转过身来 哦 好臭的兔子 玩家一时语色 但紧接着 这只缝补的兔子 就朝他发起了攻击 玩家迅速逃离木屋 但这只兔子 一直在他身后蹦蹦跳跳 玩家一路跑到了矿洞中 而这只缝补兔子 也追着他来到了矿洞之中 漆黑的矿洞 伸手不见五指 可就在这时 只听见一声呐喊 想吃天际 接着周围便亮了起来 是他 狄家来了 这只臭臭的小兔子 随即快乐的隔屁了 听我说 谢谢你狄家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 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吗 事情是这样的 玩家在一次探险中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建筑 这是一座 有铁质材料搭建的房屋 玩家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进去看看有什么 拉动拉杆进来后 里面更像是一个实验室 并且玩家在里面 发现了许多小兔子 看样子 他们已经饿了很长时间了 善良的玩家 决定去给他们 找一些胡萝卜 而在玩家前脚 刚走没多久 一个身着一身白衣的 大胡子实验家出现了 他静止的走进了实验室 带玩家回来时 只见这个实验家将这些可爱的兔兔 全部送回快乐星球了 接着 他便在一声声得意的笑声中逃跑了 这样善心大发的玩家很是愤怒 于是 又是一期复仇计划开始了 好的 老粉看到这儿了 就不要吝啬你们的三连了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支持一下吧 新粉也赶快点个关注 成为老粉吧 玩家决定 不论如何也要将这个大胡子老头待住 他必须要为他的行为负责 一番寻找后 玩家发现了大胡子老头的身影 只见他已经搭建好了传送门 当着玩家的面 在主世界消失了 玩家想都没想 直接奔向了传送门 接着 他便传送到了一处狭窄的通道中 当玩家走出去看到这个下界的外貌后 他立马意识到 这是一个旧版本的下界 虽然感觉有些不正常 但是为了找到那个大胡子老头 玩家也顾及不了其他 只是这偌大的下界 那个大胡子老头会跑到哪呢 说话间 玩家发现了下界城堡 他会不会在城堡内 说着 玩家就来到了城堡上 又走了一段时间后 玩家又发觉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这个下界没有生物 前方刚刚能叫到 老规矩 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正当他在思索 生物们都去哪了 突然他在画面中 看到了一个黑色的物体 一闪而过 通过放门玩家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黑散的恶魂 以玩家多年的生存经验来看 这种现象非常罕见 他在第六感告诉自己 情况不妙 于是他本能地躲了起来 在此时 周围一直传来一些奇怪的声响 他试图躲避那只黑色的恶魂视野 慢慢从城堡走廊溜走 但不幸的是 这个黑色恶魂已经发现了他 又出现在走廊的出口处盯着他 玩家慌了 他赶忙发出消息 让这只恶魂不要伤害自己 自己还是个宝宝 并且告诉了这只恶魂 自己来下界的目的 是为了找到一个大胡子实验家 因为他伤害了可爱的兔兔们 本以为这只恶魂 不会接受玩家的求情 但那玩家没想到的是 恶魂一听 竟然愿意主动帮助玩家 寻找那个实验家 黑色恶魂说 他最讨厌伤害MC动物的玩家了 今天无论如何 都要帮助玩家找到那个实验家 玩家很意外 也很兴奋 只是问题来了 这么大的下界 怎么才能找得到呢 黑色恶魂说 这一片他是老大 要想找个玩家 so easy 说着就开始行动了 随着视角的切换 原来大胡子实验家在这儿 跟随着黑色恶魂的飞行轨迹 玩家很快也发现了他 他还在为刚才欺负兔兔门幸灾乐祸 殊不知 他的危险也在悄然来袭 此时他大胡子实验家 总感觉背后一丝良意 带他转过头来 一只黑色恶魂 已经快贴到他那增亮的脑门上了 让我们的画面 再切回玩家的视角 只见这个实验家 被恶魂在空中一个蛮王冲撞 便送回到了快乐星球 听我说 谢谢你 黑色恶魂 今天继续我们的复仇系列 事情是这样的 玩家在一片青青草原 建造了一个铁傀儡制造装置 这是他花费了将近两分钟的时间 才建造好的 现在让玩家为我们展示一下 他这个神奇的装置 只需要拉动拉杆 通过机器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传出 接着一个个大块头铁块垒 大摇大摆的走了出来 他们依次走入了玩家 为他们准备的坑洞中 怎么样 你们会制作这个装置吗 好了 老规矩 老粉看视频前 先干嘛就不用我多说了吧 长安屏幕中的点赞 有三秒钟支持一下 新粉也赶快点个关注 成为老粉吧 由于这个装置需要大量的铁 所以玩家现在铁不够了 他打算出去挖铁 在他走后没多久 一个鬼鬼祟祟的导弹鬼就过来了 只见他蹦蹦跳跳的来到了这处深坑 一把岩浆倒灌而下 这群铁盔垒瞬间嗝屁了 接着他拿起稿子 将玩家的铁盔垒装置破坏 最后这个导弹鬼 开开心心的离开了现场 只留下了满目疮痍的装置 而这边的玩家还在挖铁的路上 走着走着 他遇到了知名主播猪黄 从猪黄这里 玩家获得了一把钻石稿 但玩家又突然不想挖矿了 他打算返回装置旁 接下来的一幕让玩家非常抓狂 懂得都懂 这简直不是人干的事 玩家很不理解 为什么每次这种事情总让自己遇到 他很伤心 眼泪不争细的从嘴角流了出来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还过天空 他有错我也有错 忍之出性文善 忍耐只会让导弹鬼更加猖狂 退一步只会让自己更加懦弱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不行 必须要报仇 玩家成功把自己劝急眼了 他的目标很明确 一定要找到那个导弹鬼 走了没几步后 他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建筑 这是一个用黑色和白色羊毛搭建的悬浮建筑 玩家还没过得观察 一回头 就在其身后树旁发现了一个拿着双斧的骷髅 玩家本能的想逃跑 但已经来不及了 这个拿着双斧的小白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 玩家赶忙在聊天框发出信息 请求这个小白不要伤害自己 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找到一个导弹鬼报仇 随后一个ID名叫无敌骷髅的说话 他愿意帮助玩家复仇 哦原来这个无敌小白也怕狗啊 玩家一听 那不行 我是爱狗人士 不可能妥协的 但是玩家转眼一想 可以先答应他 先帮自己报仇 然后自己直接退出游戏不就完事了 果然这个无敌骷髅被玩家骗了 玩家跟随着这个无敌骷髅的步伐 这一路上让玩家很诧异的是 正常的骷髅在MC白天都会怕阳光的 但这个不会 看来这个无敌骷髅应该很厉害 很快玩家便找到了这个导弹鬼 猎杀时刻开始 画面此时转播到导弹鬼的视角 随着一声声开心的尖叫 这个导弹鬼开心的狗屁了 玩家也在这找到了自己丢失的铁块 他很开心 不过此时 无敌骷髅却死死的盯着他 因为玩家还没有实现他的承诺 玩家勇敢的向这个无敌骷髅坦白 而自己不会去伤害可爱的狗狗的 接着玩家也开心的狗屁了 反正我说很奇怪 今天这故事跟狗有关 玩家如往常一样 打开了一局无魔走单人生存 他走着走着 来到了一片云山树林 收集了一块南瓜和一些蘑菇 目前看来游戏内一切正常 好的话不多说了 请各位屏幕前的老粉们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 9,3秒钟给个三连 咱们故事继续 又走了没一会儿后 玩家发现了一处沼泽 而此时的太阳公公也快归西了 周围的环境也渐渐暗了下来 但玩家并没有打算赶快找一处安全的地方 制作床睡觉 他反而准备在这个黑夜探险 可以看到他已经准备好了武器 时刻迎战 今晚必须要决战到天亮 可随后玩家觉得周围有些不对劲 就是沼泽为什么没有史莱姆 玩家在这片沼泽转用了半天 除了一些小鸡 其他任何生物都没有见到 而且更加让玩家匪夷所思的是 他随后看见了一只行为诡异的小鸡 跳入了河中 并在玩家的注视下消失不见了 这周围种种的不正常现象 让玩家有些紧张 想了一会儿后 玩家决定还是赶快离开这儿 可没走几步 他便发现了不远处的一座木屋 那该不会就是女屋的小屋吧 玩家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进入到了这座木屋内 只见这个木屋已经被草块堵住了 前面刚能叫到了 老规矩 请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 激活弹幕护体 挖开这些草块后 玩家看到了一张微笑狗的照片 这就很奇怪 为什么这样会有这东西 此时玩家正要离开 突然门口出现了一只像狗的生物 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微笑狗吧 玩家本能的挥舞着武器自保 但奇怪的是 这只微笑狗 只是站在玩家面前看了看 随后便迅速离开 竟然没有攻击自己 玩家感冒追了上去 可出来后 微笑狗竟神奇的消失了 玩家一想 这事出反常必有妖 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 但玩家想的太简单了 刚走了没几步 玩家就不断的遭到攻击 但是他在身边看不到任何生物 并且系统提示 微笑狗让你变得开始疯狂 玩家就纳闷了 我狂没狂我自己不清楚吗 难道现在是我自己在打自己吗 他迅速吃下食物补充生命值 似乎现在一切正常了 但是平静不到三秒钟 系统便再次提示 微笑狗已经让你变成了一个可笑的疯子 接着玩家又开始自己打自己了 很快 他就自己将自己送回了快乐星球 本期故事说起来比较奇怪 玩家进入到了附近的一个服务器中 但是服务器内没有人 可能是房主忘记关服务器了 玩家进来后 发现了一座三层木屋 先解决掉了周围的生物后 玩家进入到了木屋内 想看看有没有什么物资 可以看到 这座木屋似乎还没有修建完毕 大部分的房间都是空的 玩家也只是拿了一些吃的和安 他随后将房屋旁的一匹小马儿驯服带了回来 为他专门修建了一个马卷 既然这地图也没其他人 玩家就索性在这座三层小屋扎营了 安排好马儿的住所后 玩家又在附近的草地上 看到了一块很奇怪的方块 这是黑药石吗 并不是 只见这个方块的名字叫做哭泣的黑药石 好家伙 这年头黑药石都会哭了 玩家很疑惑 殊不知奇怪的事也就此展开了 好了老规矩 请各位超牛玩家动作你牛气的小手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 给个三连好吗 新粉丝赶快点关注成为老粉吧 玩家虽然现在感觉很奇怪 但是他当务之急 是趁天黑之前 赶快把制作木屋修建完毕 还有自己所需要的物资也收集完 一眨眼的功夫 太阳公公也归西了 夜晚的到来 意味着MC世界危险系数也增加了 虽然夜晚到来了 但依然影响不了 玩家继续在这片青青草原奔腾着 他跑着跑着 突然玩家掉入到了小水坑里 把玩家吓了一跳 还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呢 上来后 玩家边抵抗夜晚生物的袭击 边寻找矿洞 因为他需要铁矿 没走多久后 玩家发现了有铁矿的地方 但是同时 他也发现了更多的哭泣黑药石 玩家再次将这些哭泣的黑药石 通通收入囊中 因为他很好奇 如果用这些哭泣的黑药石 制作一个传送门 会通往哪里 玩家越想越兴奋 他开心地离开矿洞 走在回木屋的草地上 而此时天色也渐渐破晓 玩家回到木屋后 把多余的材料存入了物品箱 因为现在他收集的哭泣黑药石 数量不够 所以他还需要继续在这附近 寻找这种黑药石 但神奇的是 当他再次下来后 麻绢外几块哭泣的黑药石 凭空出现 事情开始变得更加离谱了 明明这里之前什么都没有 虽然玩家很慌张 但是他也正想收集这种黑药石 于是玩家又含泪地收集了八块 回到木屋后 玩家又在自己的卧室内 再次发现了突然出现的黑药石 并且当这次玩家准备挖掘时 周围传来了无助的哭泣声 玩家彻底慌了 他赶快离开了木屋 前方高等叫到了 老规矩认为自己超级牛的 请赶快在弹幕打出 哇超牛 保护一下黑药石 只见玩家离木屋越来越远 但是这哭泣的声音 一直在玩家周围环绕 玩家怀疑 这可能是木影人发出来的声音 如果是木影人的话 他一定害怕水 所以玩家躲在了一个 有水的沟壑当中 此时外面的天色又暗了下来 但那种奇怪的哭泣声 依然没有停止 玩家情急之下 又下到了更深的矿洞中 一番躲避后 周围奇怪的声音好像停止了 这时玩家打算回到矿洞上方 但是玩家发现 矿洞的顶部被封住了 并且全都是用的 这种哭泣的黑药石 既然顶部不好出了 玩家只能从一旁挖楼梯出去 正当他挖着挖着 回头看见身后时 直接木影人就出现在他身后 玩家一时语色 他本能的用原石堵住 而那奇怪的声响再次传来 很显然玩家试图用石头 堵住这个木影人 但是这不现实 因为他好像忽略了 木影人会瞬移这个技能 当他挖开顶部时 这个木影人已经在洞外挡了好久了 玩家现在进退两难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完全被困在这 玩家此时又想到 由于木影人身高问题 所以只要玩家所处的通道高度 不高于三个方块 木影人一般就无法靠近自己 果然这个木影人 被挡在了玩家面前 而这次玩家也看清楚了 这个木影人的外貌 他并不是普通的木影人 他自带一副哭泣的表情 好像很伤心的样子 玩家也不清楚 这个哭泣的木影人 为什么一直追着他 尽管他把游戏模式 已经调为了和平 但依然会遭到 这个哭泣木影人的追击 如果屏幕前的 你遇到这个木影人 你会怎么做呢 故事发生在一个生存服务器中 今天是周末了 玩家有30分钟 游玩MC的时间 他和朋友约定好 今天一起游戏 玩家已经率先加入服务器 搭建好了他们的房子 玩家搭建的木屋 在白花树林区域 而走过这座桥 就直接到了对面的黑森林区域 玩家还在黑森林区域 搭建了帐篷和营火 这样他们就可以 在两个区域来回的探险 不用担心晚上没有住处 很快两位朋友也加了进来 玩家带朋友们 先参观了白花树林的木屋 两位朋友很是满意 直夸玩家是个建筑小天才 三人简单的一番寒暄后 他们的正式生存也开始了 好了 老规矩 请屏幕前的各位老粉 动动你们尊贵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兴奋也别忘了点关注 成为老粉哦 时光如苏 岁月蹉跎 转眼间 十分钟就过去了 MC也进入了黑夜 三人并没有打算 回白花树林的木屋睡觉 而是来到了黑森林的帐篷外 烤着营火 欣赏这美妙的月色 在MC中 天黑的不睡觉 反而如此的兴奋 殊不知 危险也在敲人来袭 三人都闲出了屁 于是朋友小黑提议 我们每个人讲一个恐怖小故事 听听谁的故事最精彩 于是玩家三人在这茫茫月色之下 开始轮轮流讲故事 起初玩家与小黑讲完故事后 大家都没有觉得害怕 但是当朋友小兰讲完故事后 玩家与小黑的莫名的感觉 有一丝的慌张 为什么慌张呢 是因为小兰讲述的故事 是因为玩家 在一座深色橡木树林搭建帐篷的时候 在附近的树林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而这位玩家为了壮胆 就在帐篷外点燃了营火 但是那奇怪的声响却一直绵绵不断 并且营火三番五次的会突然熄灭 而这位玩家只能不断的重新点燃 直到白天到来 玩家和小黑听完后 看了看他们当先所处的位置 黑森林 帐篷 营火 这三个条件他们目前都具备了 小兰看玩家与小黑紧张的站立不安 便笑了起来 他连忙告诉玩家二人这是他自己记性编的故事 玩家与小黑是既愤怒又可笑 整个树林都沉浸在玩家三人的欢声笑语中 可就在这时 周围竟真的传来了奇怪的叫声 三人都不言而喻地看向了同一个方向 没错 三人都听到了 在内心强烈的好奇下 玩家三人在火把微弱的光亮下朝着声音传出的方向探索 但是一番探索后 除了几只大晚上不睡觉的小机 玩家三人并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生物 但奇怪的叫声依然没有停止 此时天色已快破晓 三人赶在天色破晓前回到了白花树林的木屋 待天完全亮之后 玩家提议再次返回对面的黑森林进行探索 但是两位朋友都有点胆怯 表示自己不想过去 玩家一听 好家伙 俩大老爷们这么胆小 算了 自己先过去探探路 玩家拿着铁剑 怀着无比忐忑的心情 开始在这片黑森林内进行探索 起初还一切正常 但是走着走着 他貌似感觉好像大概可能在右侧看到了一个身影 对 就是这个地方 玩家赶忙走近观察 结果转悠了一圈后 发现了一只狼在欺负一只羊驼 这表面上看很正常对吧 但是接下来这个狼的操作 玩家就看不懂了 这是什么情况 他怎么就跳进岩浆池了 玩家真是和懵懵一起回家 妈妈给玩家和懵懵开门 玩家懵到家了 他连忙将这个奇怪的现象告诉了两位朋友 两个朋友隔这么远 都被吓得尖叫了起来 什么 你问为什么玩家知道朋友尖叫了 玩家脑补的呗 玩家此时也有点胆怯了 他连忙回到了白花树林 三人又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既然玩家说他看到了一只行为奇怪的狼 那么昨晚听到的那些奇怪声响 会不会就是那只狼 如果是狼的话 那有什么好怕的 两位朋友都这样觉得 玩家此时心里想 是是是 你们两个站着说话不腰疼 让你俩一起去探险你俩人呐 走呗 咱们仨一起去过去探险一番 玩家话音刚落 小黑和小蓝就不约而同的一口同声的 告诉玩家 他们要去挖矿了 不知所措怎么就摊上这两个队友 得了还是自己去吧 于是玩家制作了一艘小木船 沿着两个生物群落中间的小河 边划边观察 这不观察不要紧 一观察那奇怪的东西又出现 玩家又在黑森林与沼泽区域的交界处发现了异常 刚才那是什么 让我们把画面放慢再看一遍吧 你们看出来这个物体像什么了吗 玩家赶忙追了过去后又一切正常 眼看着又十分钟过去了 玩家的游戏时间也快要结束了 他赶忙返回白花树林 三人又开始了讨论 这次两位朋友终于愿意跟着玩家一起来黑森林了 毕竟人多事大 前方高通就要到了 老规矩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我超牛激活弹幕护体 过来后玩家三人觉得一切正常 但正常不过三秒钟 一只奇怪的羊驼就出现在了玩家三人面前 虽然玩家没有看清楚这只羊驼的模样 但是他可以肯定 这只羊驼绝对不是普通的羊驼 三人一路奔跑返回了白花树林的木屋 而这只羊驼也追了过来 现在与他们就一墙之隔 通过玩家慌张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只羊驼貌色发育不全 有一半的身子是没有的 眼看着这只残缺的羊驼消失在玩家三人的视野 随后只听见一声声开心的尖叫 玩家三人也开心的嗝 今天的故事是无魔祖单人生存 玩家已经在地图中玩了七个多小时 通过他目前的等级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玩家有一个癖好 就是喜欢欺负MC中的小动物 他解决掉狼狼意想 连他们的小崽子都不放过 这种行为我很痛斥 虽然这只是一个游戏 不知道屏幕前的你痛斥这种行为吗 好了 老鬼鬼请各位超牛玩家动动你们牛气的小手 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支持一下 咱们故事正式开始 随后玩家发现了一扇废弃的传送门 看得出来这扇传送门是真的很废弃 不知道荒废了多久 树叶都涨到传送门上了 玩家简单的清理了一下后 从一旁的箱子内获取了丰富的物资 随后将传送门修复 拿着武器前往了下界 在进入下界后 给玩家的第一种感觉就是 有点不正常 说是十那是快 一个大火球就朝着玩家飞了过来 不用想 是恶魂 玩家三下五出二的功夫 恶魂没挂 因为玩家的准头太差了 我相信屏幕前的各位用脚 都比玩家打得准吧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只恶魂突然就消失了 大家可都作证啊 玩家这人体描边大师 这可不是他解决掉了 是这只恶魂凭空消失了 玩家很纳闷 自此后 在下界中 玩家没有见到过第二个喘气的生物 玩家小小的脑袋 顶着大大的疑惑 随后 他在下界的矿洞里发现了一个木桶 打开后 里面是一本书 名字叫做 恶魂之子 玩家先是愣了几秒 随后翻开了这本书 上面是一些英文简写 我给大家说一下大概的意思 大概的意思就是 没意思 这是一本毫无价值的书 当然 如果屏幕前有英语学霸 能把它翻译的有意思 那我叫你一声大哥 随后玩家又是漫长的 漫无目的 在这偌大的下界来回转悠 除了现在这里寂静的不正常以外 玩家找不到任何其他不正常的现象 说什么来什么 玩家在前方发现了一些 奇怪的远古画石柱 这似乎像一个阵法一样 将中间围了起 玩家靠近后 看到这些远古画石柱中间有个箱子 他先谨慎地环顾了一下四周 确保安全后 打开了这个箱子 只见箱子里面有一堆名字 叫做地狱之子的物品 玩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 总之他已经意识到情况好像不妙了 接着周围传来了一声声奇怪的叫声 随后在这个远古画石圈里面 多了一些貌似恶魂触角的东西 并且其他下界生物开始出现了 通过玩家的画面可以看到 这些触角似乎都被赋予了生命 红色的地方貌似就是他们的双眼 并且玩家用钻石剑攻击的时候 能听到恶魂的叫声 前方高等预警 请各位超纽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哇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玩家下意识告诉自己该逃了 但是此时下界突然多了许多悬浮的恶魂触角 还有一只恶魂 貌似就是之前攻击玩家的那只 这只恶魂似乎在告诉玩家 你这老六敢欺负我的孩子们 大量的火焰球朝着玩家发射而来 玩家最终也只能开心的格屁在这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今天的故事与MC中的鸡有关 玩家如往常一样 开了一局无魔祖单人生存 他现在所处的是寒带区域 漆黑的夜晚 天空正下着恶猫大雪 走着走着 玩家发现了一处亮光 随着视角越来越近 可以看到 这是一座建筑 建筑外面有一只小鸡 而门口有两块告示牌 告示牌上面写着 请不要擅自入内 这里非常危险 好的 老规矩请屏幕前的各位老粉们 动动你们尊贵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赐予个三连 新粉也点关注成为老粉吧 玩家一看 好家伙 越不让我进 我就偏要进 玩家站在原地思考了片刻后 还是小心翼翼的进入到了建筑内 玩家简单的对一楼进行了一番观察 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现在他要上到二楼了 二楼相对一楼的空间又大很多 玩家一番观察后 发觉这是一间实验室 随后他在一旁的物品箱里面 发现了一瓶名叫DNA的药水 还有一组种子 并且药水不止这一瓶 玩家和另外发现了两瓶不同功效的DNA药水 此时玩家灵机一动 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拿着种子去外面引诱小鸡来到了屋内 接下来他要拿小鸡来做个实验 成功的将小鸡引到实验室内后 玩家开心的关上了门 现在他又进行实验了 将第一瓶药水放入对应的漏斗后 玩家在实验室外静观其变 很快他发现小鸡旁边多了一颗蛋 玩家很郁闷 难道加入药水 只是为了让小鸡更快的产蛋 他大概明白了这第一瓶药水的功效 可能就是促进新陈代谢 此时玩家转眼一想 还有两瓶呢 他决定接着实验 这时他发现第二瓶DNA药水功效是模仿 模仿的意思不就是复制吗 玩家再次灵机一动 他立刻离开实验室 去附近村庄找一位村民 但是怎么样才能让这位村民跟着自己走呢 玩家尝试与他打招呼 尽管玩家知道游戏内的NPC 可能根本不会与玩家交流 但神奇的是 这个村民竟然听懂了玩家的话 玩家很是意外 他赶忙请求村民能否跟着自己 可村民回来玩家一句 你真丑 接着就不理玩家了 玩家此时觉得自己的人格受到了侮辱 但他还是忍住了心中的怒火 他试图用鸡蛋来吸引这个村民 没想到这村民还是个很爱吃鸡蛋的家伙 于是玩家成功的带着村民来到了实验室 玩家一步步的引诱村民进入到了实验室内 但是这个村民似乎不是很想进去 玩家费了好大劲 才把村民哄骗了进来 接着玩家趁村民一个不注意 拉动拉杆关闭了实验室的门 从玩家的笑声中可以判断出玩家有多么的得意 好了废话不多说 接下来要开始实验了 玩家拿出了第二瓶模仿者药水 大约过了两分钟后 玩家再次返回了实验室 玩家惊呆了 直接小鸡变成了村民的模样 这就是鸡村民嘛 但同时玩家也发现了异常 就是村民一直不动 这是怎么回事 玩家又想起了还有一瓶药水 这瓶药水的功效没有说 玩家决定将这最后一瓶药水也扔进去试试 前面刚到预警 请各位超牛玩家赶快在弹幕打出 挖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大概又过了两分钟 玩家再次返回了实验室 而这次 只见小鸡的模样不再可爱 这次他像打了鸡血一样 非常的狂躁 玩家赶快关闭了栅栏 他眼睁睁的看着这只狂暴小鸡 将一旁的村民解决掉了 接着狂暴小鸡就冲了出来 朝着玩家跑了过来 玩家本能的开始逃跑 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 会被一只小鸡追击 玩家冒着雨夜 慌忙逃算到了附近的村庄中 但他没想到的是 这只狂暴小鸡竟然也追了过来 玩家赶快上到了村庄的瞭望塔 现在他与狂暴小鸡就一个梯子之隔 结局 你我也可想而知了 这只鸡会爬梯子 玩家再次开心的鸡儿屁 今天的故事跟墨影人有关 据某MC论坛传言称 在这张地图中有着一种 浑身番茄酱的红色墨影人 说是迟那时快 玩家已经划着小船 身处地图当中了 在他前方的不远处 是一座气势宏伟的建筑 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酷 而且玩家今天的文理包 也让这张地图 有了一种中世纪的感觉 好了 老规矩 请各位老粉们 动动你们尊贵的小手 给视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新粉也赶快点个关注 成为老粉吧 这座建筑像是一种巨大的捕捉器 可以看到前方的海面上 有着一个悬着像鱼钩的东西 应该是掉像鲨鱼这么大的海洋生物吧 随后玩家发现了 这儿的窗户有点不对劲 一直在闪 接着玩家开始寻找 进入到这座建筑内的入口 由于事先知道 在这座建筑内可能存在红色墨影人 为了安全起见 玩家已经准备好了武器装备 他通过垒高高 很快便上到了建筑上方 但是依然没有找到进入内部的入口 于是玩家打算再上得更高一些 在玩家不知不觉中 游戏内的天色也进入了夜晚 看着不远处的月亮 是多么的真实惬意 屏幕前的你也喜欢这种纹理包吗 可往往危险 就会在这时候来临 玩家依靠着火把微热的光亮 在这里继续探索着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里面是一条巨大的鲨鱼 玩家已经在脑捕 如果自己被这个鲨鱼追捕 是一种怎么样的场景 好了 废话不多说 下面高能预警 请各位超级玩家 赶快在弹幕打出 哇真牛 激活弹幕固体 玩家刚回头准备继续探索 突然的感觉画面 有一个身影一闪而过 通过翻墨画面 可以看到 那确实是一个身影 会不会那就是红色墨影人 玩家赶快追了过来 但什么也没有 可周围却一直想着 令玩家发毛的声音 不过玩家已经准备好了 看他这一身下剑合金甲 不管那是什么东西 他都不怕 玩家下意识的看了看建筑顶部 那个身影再次出现 再次放慢画面可以看到 这像是墨影人的身影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 红色墨影人了 玩家准备了大量的火把 试图将这里变得亮一些 就在这时 他听到了瞬移的声音 OK 后面的结局 你我都可想而知了 肯定是红色墨影人出现 接着玩家开心的Galpeer 又到了周末时刻 玩家开心的与朋友老爸 相运在老爸的服务器中 可刚进入服务器 玩家和老爸便发现 他们身处的区域和游戏模式 被更改了 玩家很清楚的记得 他们的出生点应该在青青草原 为什么现在跑到了 这个巨大深邃的矿洞中了 并且游戏模式被强制 换成了冒险模式 朋友老爸也很疑惑 随后两人发现 这是一处巨大的地下洞穴 玩家和老爸 只能依靠火把微弱的光量 在这里摸索 好的 视频正式开始之前 请屏幕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动动你们可爱的小手 长按视频中的点赞按钮 给个支持 咱们故事正式开始 玩家与老爸 试图在这里寻找出去的出口 但是不论他们怎么找 这个地方就像是一个死胡同一样 兜兜转转 又回到了起点 正当二人一筹莫展的时候 老爸发现了一个新的入口 正准备进去 玩家赶快叫住了他 因为玩家现在总有一种预感 这里可能很危险 事实也正如玩家的预感 当玩家回头查看身后的情况时 在对面的隧道旁 他看到了异常 据玩家的描述 那是一个漂浮着的身影 通过放门画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玩家有点慌了 现在他们俩别无选择 只能走进眼前这个新发现的入口中去 走进来后 玩家发现这里除了更多的隧道以外 也并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迷宫一样 两人似乎又进入了死循环 都像无头苍蝇一样 在这里四处乱窜 玩家搞不明白 为什么朋友老爸的福气 会变成这个样子 但说话间 玩家发现朋友老爸不见了 刚刚两人还紧紧的跟在一起 这让原本就惶恐不安的玩家 现在内心更加的忐忑 他必须要尽快与老爸会合 索性老爸也在极力的寻找玩家 二人又再次碰面了 两人不断的在这里走转腾挪 相信屏幕前的各位兄弟姐妹们 有的人已经没有耐心了吧 不要急 高能时刻快来了 这不两人发现了一个地下深井 站在上面一望不到底部 这时老爸灵机移动 扔出了一根火把 看着火把的光量快速向下移动 玩家和老爸也推测出来了 这个深井的深度 但随后 深井下边传来了声响 这种声音让玩家与老爸心里发毛 他们两个不怨而同的开始逃跑 但是这里这么多的洞口 玩家与老爸真不知道出口在哪 前面高能预警 请各位超纽玩家赶快在弹幕 打出我真牛 激活弹幕护体 两人随后跑到了一处 像是一个地下墓穴的地方 周围都插着红石火把 就在这时 玩家感觉到周围有异样 果然一群浑身缠着绷带的小可爱 朝着玩家与老爸奔了过来 浑身缠着绷带的玩意儿 不应我多说 相信大家也都知道 这些小可爱是什么物种了吧 玩家这下更加肯定 自己来到了地下墓穴 现在他与老爸只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逃出去 索性二人还算幸运 情急之下 找到了之前进来的入口 两人现在并无选择 只能从这里跳下去 跳到了洞穴下方的水中 这才甩掉了这些小可爱 但是玩家与老爸 真的就能成功逃出 这个巨大的地下洞穴吗 好了小伙伴们 本期视频就到这 那啥都看到这了 还没有点赞评论 转发加收藏呢 你们懂我意思吧 麻烦这次一定好嘛